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许多了,我是老许,来咱们聊聊大连 大连呢,今天有一条新闻是非常神奇啊,让我看不懂啊 是这个大连的,它叫做圣唐小京都的一条日本文化街 上面呢,今天是大量的商户啊,是歇业亭业啊,什么时候再开不知道 感觉好像整个的这条商业这是不是要凉了啊 这个新闻咱们来说说啊 首先呢,这个我看到整个的这油管平台的一些这个公知反国贼啊,这个什么 主老板呢,什么的那个,对吧,某些这个 美国南部地区的这种导游啊,对吧,给他们高兴的,哎呀 这就不说了啊 咱们说这个事件的起因吧,起因就是台湾的这个一个爱国人士吧 黄志贤女士啊,他是这个博士 应该说是台湾少有的珍稀动物啊,因为他是一个非常坚定的统派啊,是 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是维护祖国统一的这样的这个立场 也正是因为他坚持了这个立场啊,他自己在台湾可以说是没有少吃苦头啊 他自己的这个固定的做了很多年的这个电视的这个栏目啊 就被无端的拉掉了啊,被这个绿党给拉掉了啊 包括说这个他自己也有很多这个生活上莫名其妙的会被人骂,甚至被人威胁 各种各样的这个遭受到的一些这个不公正的一些这个经历吧 我一直很尊敬这个黄志贤女士啊 他呢这个也到这个中国大陆来啊,也经常上一些这个各种各样的一些节目啊,比如说这个张伟伟教授那个,这就是中国 他来做过几次嘉宾 他本人的这个新冠疫苗都是在上海打的啊 但是他这次说的这个 在在B站还在哪儿吧,有一个视频啊,我看了大概看了一下啊,里面呢就是说这个为什么 整个这个中国会会花那么多钱,好像据说60个亿嘛 要在大连对吧,以前是被日本人怎么怎么怎么侵略过的地方啊,要盖一条 这个日本的这个 这个 风情的这个文化街 这个难道不是这个 不可不可以这个完全不能理解的事情吗,还是说这个是文化入侵呢,说了一堆 然后呢,我看整个的这个网上啊 刷的就是两派,大家就分开了啊 说什么的都有 首先我想说啊 我一直很尊敬这个黄志贤女士啊,黄博士啊 但我对他这番言论的话呢,我只能说啊这个 有的时候还是要谨言盛行吧 尤其是处在目前中国这个非常敏感的阶段,什么阶段呢?准战 准战阶段的这个时期的话呢,人的脑子啊两极管特别多 俗称啊 叫做政治脑 人如果时时刻刻都是政治脑的话呢 会有问题,因为非黑即白了 这个世界上的人 对他来说呢就是非敌即有 非有即敌 这样的话呢,其实 挺可怕的 挺可怕的 咱们来说说这个整个的这个 在大连的这个文化街吧 他叫做圣唐这个小京都 说是访的是日本的这个 京都京都啊 如果去过日本这个京都的朋友 你知道吗,整个的他的建筑啊 看上去 挺挺 怎么讲,就是既熟悉又陌生 为什么呢 因为他访的是这个 他自己说啊,访的是中国的这个 唐代啊 唐代的这个洛阳 因为大家知道 Kyoto他 在日文里面就是洛嘛 就是洛阳的那个洛 但据说的话呢,反正我看那个 有人说他访明的也有 有人说他这个 访这个宋的也有 反正都是笔唐要晚 但不管怎么说吧 因为我一直这个有一种观念 我一直觉得日本其实他没什么自己的文化 他他当然现在那些文化是他自己 但是你你往这个跟上去看 全是中国人的 书法 插花 包括园艺 庭院对吧 当然他把他这个 有些东西把把他做成自己 自己的这个 一些这个 文化的一些 一些这个 你可以说符号 你可以说传承 但你真的往跟上去倒的话 其实都是中国文化 当然你说日本人很尊 尊敬文化本身 这个比我们确实要做的要好 因为中国人的话呢 还没有没有到那个 所谓的这个 发达国家的阶段 我们只是说刚走过了40多年的 这改革开放的道路啊 还在这个大家还在这个 想要把自己的这个 生活先过好 然后文化的事情呢 我们可以慢慢来啊 但是你可以看得到有一点目前整个中国啊 对这个文化的需求越来越高 我可以告诉大家两件事情 第一个 第一件事情大家知道上海有 有这个 几个那个shopping mall 比如说他有一个叫做 K11 K11这个shopping mall的话呢 他挺有意思的 他这个mall的话呢 经常会搞一些这个 就中国 不是中国吧 就当代艺术 现代艺术的一些展 当然也是为了给他拉拢 人气 能不能有更多的人来逛他这个 商场吗 但是呢他会 打一些这个 艺术的特色 比如说搞一些这个 各种各样的吧 有时候甚至就说比如说 呃我忘了可能是哪个动漫形象的 有日本的也有不是日本的也有这个美国的 专门是啊 对还有那小黄鸭的 小黄鸭对吧 还有各种各样的日本 还有一些这个 画家的 艺术家的雕塑家的 都会放在他的这个 B2 地下两层 然后大家可以去看 全是 基本上来说全是免费的 但是 他他对这个入场的人数啊 他会有限制啊 挺有意思的 有些东西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做得非常的这个好玩 因为他的整个的这个 场馆的那个布置啊 不单是可以看 有时候你可以 去玩去体验啊 挺好的 那么这个是一个 还有一个呢 就大家知道目前上海的这个 美术馆 还有几个是专门是看这个 看展的地方 都是整个的这个展的这个级别越来越高级啊 包括你说这个伦伯朗你说你说默内 你说大量的一些这个可能说大家能够想得起来的一些这个画家 都会到上海来做这个展 怎么讲的就是 讲的好听一点上海人的这个文化的这个需求比较高 你说不好听一点因为上海人以前这个 租借对吧 18几几年的时候我们已经是思想 接受到了那些西方的东西啊 所以说你总是会这个相对来说啊 这个上海一直有一个这个slogan叫海纳百川嘛 就是他比较融合 吸收吸收各种各样的东西接受的比较多吧 所以说呢就就你可以你可以从这个上海的这个变化里面你可以看得出来整个的就是 中国已经在往那个对文化需求这个 感觉好像老百姓对这一块啊 要求是越来越高而且很舍得花钱 大家知道那种展不便宜的 就那么 没没几间房间对吧你也看不了这几百几千伏的也就是几十伏可能 对吧最多一两百 那个门票都不便宜呀 而且有些人是不远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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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百公里 乘着这个高铁开着这个私家车专门到上海来看这个展 所以你就知道了这个其实大家现在整个的这个 精神的生活的要求再提高啊 不是不是完全想象中的好像 中国人就只想着赚钱啊这个那个 人都是一样的 我觉得都是一样的 就都是马斯洛夫那个金字塔的理论吗 先是吃饱穿暖对吧 然后有了安全感以后然后需要爱情对吧 那么这个也是属于人的这个基本生理需求之一吗 再往上的话呢可能他就需要这个展现自己才能 就是工作上的有成就啊什么展现你自己聪明才智的那种才能 所谓你的Talent 再往上的话呢 可能就是一个 自我价值的实现 最高层的话当然就是 就是 所谓人人类对吧天下大同 那这个都是一样的当你的这个温饱被满足以后你一定需要的就是精神 都是一样的 这个扯远了咱们说回来啊 大连的话呢这个其实是中国这个最早开放的城市之一 沿海我是说是沿海啊 其实你翻回去看啊那个他的这个所谓盛唐小京都的那个日本文化街啊 中央37号文件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这个是什么呢一个正部级的单位啊 正部级 你在中国来说的话呢大家知道9500万共产党员吧对吧 你要说到正部的话呢其实就就是应该说小于1万个人了 所以你就就知道这个级别其实已经挺高了啊 37号文件里面专门是发文支持了这个辽宁 有人还不知道这大连是辽宁啊如果从来没有去过北方的朋友啊 也算是普及一下啊 辽宁沿海经济开放对吧打造中日中韩友好合作的一个平台 包括说你看大连目前整个有1500家日起 有差不多五六千个日本人 居住在大连 基本上你去看一个地方如果有大量的就是国外的一些那个餐厅酒吧 饭馆 你就知道这个地方肯定有大量的外籍居民 比如说上海为什么什么什么地方的菜都有啊就什么地方外国人都有吗 好像就说说的不好听可能就非洲菜没有吧 非非洲好像也没什么没什么有名的吃东西啊 基本上什么菜都有 西班牙意大利希腊以色列 包括说这个日料那就是真的是多如牛毛啊 你从那个居酒屋那种snack那种对吧随便喝一喝一口的 你就直接喝一个bill 对吧喝一个那那那那那种sandory 或者说你去那个他的那个日料店从人均100到人均30003000块的都有 但说句实在的我劝大家现在少吃日料 不是因为别的 不是因为政治的问题只是说 他这个核辐射以后啊 他这东西我不敢吃 挺吓人的 真的挺他们日本人自己都不吃了知道吗 所以我劝你你也少吃 整个的这么多的这个日料店多如牛毛 而且大量的全在古北 古北就是两种店 第一个台湾的店 小吃店各种各样的对吧 半斤半肉的牛肉面啊什么那个大肠包小肠还有各种各样台湾小吃 还有就是日料店 餐馆 全是因为整个整个古北就就住的全是这样的台湾人民七十万左右在上海还有还有很多日本人 那这样说的话那是不是这些店都要把它砸掉呢 是不是 整个的就是你看日本在这个大连他也设领馆包括 他有 在这个神奈川县在内的七个县啊 其实都在大连设有这个办事机构 这个数量全中国排第2第1是谁呢 上海 而且你看他这个日本文化街也不是只有他包括苏州也有啊 对吧 包括说像那个 广东的佛山也有啊 其实都有啊 而且你真的去看那个东西啊 他那个东西什么盛唐小京都啊 那个说白了 我跟你说 中国人在这方面喜新厌旧的这个程度是很快的 他起不了这么波澜的 因为咱们那个 要不了多少时间就有一个这个更更新颖的一个东西出来人家也就不当回事了 而且他那个位置又不是在市中心 那么郊区的郊区的地方 他那个说白了就是为了帮他卖房子的房子可能好卖一点对吧 卖的人多一点 就是如此而已 而且你真的要去看的话他房子其实也不是特别像 就刚才我说了吗 中间有一条那个人工河那个是特色 最精髓的就是就那一下 这个没有的话说句实在的 我觉得就是差远了 就像你吃那个山东煎饼对吧里面那个薄翠美了 你跟我说那个是山东煎饼吗 里面加了个火腿肠的我觉得都不是 就这个这个我觉得其实 只是说形式 但你真的你要把整个的文化什么你都copy过去是不可能的 所以那个 就是一个什么商业旅游小吃美食街就是这么一回事 帮他卖房子的而已 不存在什么那个政治的那些东西啊 而且你说这个 你真的要说的话 那这个说着说着我我这个话是越说越多啊 包括你看整个b站 b站里面大量的是什么次元文化呀 我自己也也也也也也挺敢 可是比较感兴趣比较喜欢的这种文化呀 你说我平时也也一直在看的对吧海贼王 这个人是左派这个人是右派 七五海代表什么七五海代表那些被压被压破的发展中国家站起来 任何的东西里面你都可以看得出政治立场啊 对吧天龙人天龙人的很明显吗对吧 漂亮国吗对吧天龙人吗 包括你看这个五老星这不就是 这个联合国五常吗 只不过他把中国换成日本了 日本人自己要一银一把吗 很多东西其实你能看得出来的 未必有些东西 只要是日本的就你一定要一定就不能看了 那这样说的话 那个美国贸易战打那么久你星巴克还喝不喝呢 肯德金白当劳你也不要吃了 你整个的难道你中国想你所有的用的吃的玩的 每一个这个东西的零件 每一个部分都中国自己造啊 不可能的 人家也不可能完全杜绝你的这个made in china 你也不可能完全杜绝他吗 而且咱们刚才那个那条不是说了吗 整个中国已经有了这个北京证券交易所 扶植高科技的中小企业 中国人 非常聪明非常优秀 你在海外走一圈你就知道了 一出国就外国为什么呀 就其他人比不了你吗 但是问题是你要起来 你已经是后发的了 你要起来你就得靠钱 为什么国家现在要北京证交所 把这个房子的这个钱 不要投资房子 把它放到股票里面来 看看整个效果怎么样吧 这个扯远了 但是最后我想说啊 国家这么做的也不是没有道理 为什么呢现在是处一个特殊阶段 我必须还是要说这 这句话 目前呢在一个准战的阶段 什么叫准战呢 准备要打仗了 就是一切的这个舆论要压缩 整个的这个人心要收拢 不能够有太多的自由 你要这样去看的话呢 暂时的 关一关也未必不可 但是不要把他上纲上线 整个的就批判说这个 有没有忘记以前日军侵略的这个那个历史呀 这个我就觉得走了太远了 黄女士毕竟没有生活在中国大陆 他可能对中国大陆的很多事情还是不知道 他过来的这个时间的还是少 但我相信随着这个祖国统一以后啊 他会对中国大陆越来越了解的 最后我还想说一句啊 你看这个整个中国不是今天还有一个事情吗 就是这个我们赢回第八批在朝鲜战争的这个 将士士兵的那个遗骸 把他赢回来了 对吧 派一个飞机过去 最高规格的这个礼仪 这个放放枪 名礼啊 接回来了 这个告诉你什么意思 他就是告诉你你为祖国这个参军 你为祖国这个奉献 以后啊祖国就是会后代你 这个就是一个战争的一个信号啊 所有中国目前做的所有的一切的事情 就这两个字准战 这个战争是什么呀 那肯定就是台湾的解放战争吗 中国人有句话叫不打无准备之仗 99%美国人不敢来 甚至我想说 南海 不要说台海 南南海 美国人是不是真的敢来呢 也未必 但咱们先不说南海说那么远 咱们先说台海吧 哎万一碰到那个 拜登 咱们上海话 就撒金子 他这个脑子一会儿清醒一会儿糊涂 一会儿清醒一会儿糊涂 这正好赶上不清醒那会儿 尤其是民主党 共和党的人呢 你就你就跟他聊钱就完了 什么东西都好谈对吧 漫天要加就地还钱 你像那个特朗普跟你表演的很吓人 他最后只要钱到位 他整个就变另一个人了 那拜登不是 拜登啊 他还要装装装的比较有价值观的 尤其现在整个都是 一副这个 就讲难听一点 就是已经在外面打架 输掉的一条狗一样 不停的在舔着自己的伤口 他这种时候是 不是一个正常的状态啊 民主党的 其实你看 美国打的那几场战争都是民主党 他他不要说跟你打 他把 他的这个航母 所谓那个舰队的吧 卡尔文森啊什么那个福特 再开几个过来呢 有没有可能啊 万中有个一呢 正常来说是不会 但万中有个一呢 但只要中国下了决心了 我跟你说这个这个事情就是 没有第二个结局 就是必须拿下 所以我们现在做的 不单是这个准备 而且呢 我们在做的是一个长期的准备 但这个话题就扯远了 关于这个整个 整个解放战争的这个话题了 稍微说几句吧 包括在准备长期的那些物资 对吧 煤 煤啊 这个矿石啊 其他的一些这个 长期的物资 包括粮食 肯定会有这个 马上来的一轮制裁吗 美国包括他的盟友 你中国怎么面对呢 对吧 包括说你你整个的这个一带一路 你还你还要往外走 他继续跟跟你这个吵 继续跟你搞 你看那个昨天克里过来 聊了那么多 中国就跟他说 目前整个的这个状态 没什么好聊的 中美关系处于这种 不正常的状态 你跟我说什么都没有意义 这次很给他面子了 我们杨洁篪对吧 都跟他视频了呢 当你看王毅整个昨天那个状态 王毅是这样做的 对吧 王毅是这样这样做的 这个就代表说啊 这个 就整个目前中美关系啊 还是不顺 然后 这克里呢 跟之前那些来的人都一样 绝口不提 中美关系 就跟你 甲母甲式的 就照着这个词跟你一条一条在那念呢 这个 你要 煤炭减排啊 什么什么 没有意义 长期来看的话 中美之间我觉得还是有可能会有一战啊 这扯远了好吧 反正关于这个 大连京都这个日本文化街呢 我是觉得这个首先我不赞成把这个事情上纲上线啊 黄智贤的这个黄女士啊 我还是很尊敬他但是 我还希望就是他能够啊 稍微冷静一些啊 不要把所有的事情都把它上纲上线 有的时候啊 可能还真的就是不像你想的那么复杂 好吧关于这个这个这个问题就跟大家聊到这吧 希望大家能够明白啊目前整个是一个准战的状态 还是欢迎大家在我的这个 节目下面给我留言啊告诉我您的想法好谢谢